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会用一世有成或无成 来衡量一个人的人生 成或不成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丧就是你的那一世 那你就很有成啊 你就是丧到顶点淋漓尽致的丧 你高兴这样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生 我们自以为我们爱 可是那个爱是我们人类有特定立场的爱 说话这件事情恐怕永远都会有新的感悟 尤其是在奇葩说这样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那种表演式的说话 如果在当中摘取小小的段落来用在生活里 会非常有力量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他又不是艺人 他怎么可能在生活中表演 可是一定的就是老板走 既然你就站起来说老板好 这就是表演嘛 就是你根本不希望你老板好 可是就是你会这样讲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照他 照社会给他的人设在表现 我越来越理解到其实说话不可否认的就会是我们平日日常生活的表演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当然不是建议你要用说话去操弄别人 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在生活中寻求自己过一个好日子的根本就在于 参与我们生活的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表达出你的需求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这些变手所展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其实不是技巧 而是找事情的角度 其实他们双方不是针锋相对 他们双方是在找对方所没有走的那条路去走一条路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黑跟白是相对的话 那大部分人其实是在灰色里面找一条路走 生活中也是一样 就是你在公司里如果对老板比较有礼貌 别人说你拍马屁 你对老板不礼貌 别人就说你很难搞 可是其实在拍马屁跟很难搞 中间会有几千个展现自己的方式 是你只要走出一条路来 你会有风格 你就可能交到朋友或者得到感情 他就是唯恐天下无事 就是他就是很爱乱搞 那我就是觉得最好都无事的人 所以整我他会最开心吧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一楼拍片 然后小S在五楼休息 当我把临时员都布置好 而且都跟他们沟通好 大家各自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然后小S就叫他的助理 下来跟我的副导演说 他今天不能拍了 他开始呕吐 他身体吃不消 他现在要回去了 然后我坐电梯一到五楼 电梯打开 小S就狂笑了 说他整到我了 我完全理解周末的夜晚 你本来答应了一个饭局 然后不想去的心情 就你一边化妆一边觉得说 好累 我还是不要去好了 然后最后可能就真的传个讯息 说我头好痛 我今天不去了这样 然后躺在家里滑手机 宅有宅的乐趣 我完全OK的 可是他乐趣就到一个点 就没了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感觉世界上 有极多有趣的人 而我们的幸运是在于 这些人到我们的面前来 就很甘心地展现 他们最美丽或最有才华 或者最有趣的那一面 你不宅在家的时候 你才会遇到这些 有才华或美丽的人 那不管对方甘不甘愿 到你面前来展示 他们最棒的那一面 你起码得要有机会 让他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我是从来都不标榜 合群这件事的 群是一个面目模糊 而且常常拖累你的东西 所有抽象存在的东西 都是别人拿来 糊弄你遵守主流规则的东西 你这样活很省力 不表示你应该这样活 很省力跟应该是两件事情 所以你有独特的需求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去探索这个需求 而不是把合群这种抽象的 要求放在前面 我对于这一类的问题 一贯的态度 一定是先试试看再说 人要给机会探索自己 而探索的方式是不断地 去碰触别的东西 你穿一件衣服才知道 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你看一部电影 知道你认不认同 这种讲故事的方法 参加一个社交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 这样子的机会 跟人碰撞 就是碰到一堆 跟你三观不合的人 然后你才理解说 人是怎么回事情 你才能够找到自己说 原来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不必很高级的 好像一副去社交是在施舍别人 No 我觉得去社交是在照顾自己 什么高质量社交 低质量社交都没有关系 就是跟别的人和东西碰撞 来探索你自己 示弱是一个方法 你以为你索取别人在帮忙 别人会讨厌你 其实不会 人是喜欢感觉特别的 就你把你的五个同事 都当成同事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在五个同事当中 你挑了一个同事说 你很会挑饮料 你帮我选一罐饮料 这是请他帮忙 信赖他的品味 那他在这五个同事里面 会觉得你对他特别青睐 这个会帮助你的友谊 靠着听道理想要把日子给过好 就是一个误会 一个美丽的误会 道理是让我们暂时可以有路可走的 就是大概短期使用没问题 支撑整个人生是没有用的 不是用来解决整个人生的 生命本身没什么道理可言 所以如果以为拿到了道理 就横行天下无敌 我觉得是幻想 我不会用一世有成或无成 来衡量一个人的人生 我觉得成或不成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其实最近有一个很震撼的经验 是我碰到了一群选手 在面试 当中有超过两三位的选手都说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希望自己不要被生出来 就是二十岁这么美好的时光 会已经判断自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回过头来讲 就是你喂过鳄鱼了吗 如果还没有喂过鳄鱼 或者种过香菇 或者是去北极把冰敲碎 其实有好多事情还没机会做到 所以先不要管成与不成吧 就是有事比较重要 所以你先把那一事给找出来再说 如果丧就是你的那一事 那你就很有成啊 你就是丧到顶点 淋漓尽致的丧 那你高兴这样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生 您是认同选何必努力更重要的 是 第一个很多人的努力在我看起来也不算什么努力 就是很多人觉得天冷的时候 从床上爬起来去刷牙就已经很努力了 那不可否认是真的那个很费力 可是比起天冷的时候去跑五千公尺的人来讲 这就不是很努力吧 所以第一个不要用努力来 不太需要用努力来衡量自己的付出 我觉得你花的心力比较多 应该花在探索自己做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探索之后发现说 天哪我这个选择实在是太英明了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 那一切努力对你来讲 你都会觉得 这就是在服务我自己 而不是在服务别人 所以我当然知道很多糟糕的公司 可能要求员工活得很辛苦 像奴隶一般的工作 可是你如果能在那个当中 找到你做这个选择的理由 那你工作的累的半死 就是在服务你自己 而不只在服务你老板 那还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探索之后发现说 我的妈呀 我累的跟狗一样 最后只服务了我老板 完全没服务我自己 那最好就找一个别的工作 是既能够服务到老板 可是同时也能够服务到自己 我会推荐我 这就要做一个工具 但是我还想这就强工呢 最后都没有想爱 那是什么 不可以不给你